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华为荣耀30s的一个拆击方法 30s的话是这个后盖是玻璃的 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这个玻璃后盖给拆碎了 首先给它敲一个缝 用拆击卡片 这样子给它划一圈 如果感觉划不动的时候就给它打一点酒精 千万不要用满力去硬滑 试着试着慢慢的往前面滑 滑不动就试探性的留两下 然后从一侧把后盖给它接起来 把残胶撕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后盖取下来 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螺丝全部都打下来 取下来注意一下它这个螺丝是有两种 一种小的一种大的 把它两种螺丝分开放 并且你要注意装回去的时候 你要记住这个螺丝正确的位置 不要把螺丝装反了 位置不要装错 装错的话可能会把主板打伤 螺丝大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然后从下面这里把这个卡扣扣开 它是一个卡扣结构 把这个塑料盖子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我们给主板断电 把电池做这个排线扣开 主板在对主板做任何操作之前 都应该先给主板断电 不要带电操作 你带电操作的话 很有可能会烧掉主板 或者烧掉主板上的其他元件 然后我们依次把主板上面 应该取掉的东西给它取掉 这个不一定啊 有的它后色你不需要取下来 有的后色有的手机后色就必须要取下来 才能拆得掉 我们试探性的去看一下哪些东西需要拆 我们现在把显示排线 然后尾差排线扣掉 把天线扣掉 扣头是要注意不要把扣排线的时候 不要把旁边那个小硬件给扣掉了 然后我们试着用镊子轻轻的调一下主板 看能不能调下来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外围啊 卡托看全没取下来 要把卡托也要取掉 你卡托不取的话 这个主板你是敲不下来的 从边上啊 轻轻的敲一下 把主板给它取下来 这个整体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拆的时候要注意小心那个后壳 然后就拆了一下 发现它这个后侧其实没有必要取下来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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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